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重要的是听说啊你到东海岸你就会不知不觉的感染那边的氛围然后非常非常的疏压 到底这个东海岸呢有什么好玩必去的地方今天不得了了请到很厉害的三位这个算是达人中的达人吧要来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网友们如果你们有去过东海岸或者是你们想要去计划一个旅游的话 今天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在ETnews分享名上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 直播分享出去一起号召很爱旅游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是旅游专家Evonne 嗨 大家好 嗨 以望你好 紧接着欢迎的是号称这个东海岸小王子Ethan 耶 谢谢啊大家好 你好 你是不是变瘦啊 不是 因为我最近一直往东海岸跑 晒黑了 晒黑又看起来就很 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是不是 对 晒黑又看起来比较结实 你不要这样子Evonne也变瘦 我一直都这么爽 有更瘦的感觉 但是我也是晒黑了 但是我也是晒黑了 好的 接下来这位也是不得了啦 这个旅游中的这个 应该说旅游界的帅哥中的帅哥主持人 我们欢迎孙祺君 大家好 我是孙祺君 嗨 听说祺君出了这个新的写真书 对 这次也是旅游写真 刚好就是我也有去花莲做拍摄 对 我有去花莲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也有一些秘境去拍摄 今天也可以藉由书可以介绍给大家 好的 可不可以帮我们也宣传一下 而且听说里面的这个照片 非常的养眼这样 这个后面好了 后面 你有号召你的粉丝来欣赏我们今天的 哎呀 直接就要给我们看了是不是 这次我们就是现在就是 可以先透露一下 让大家一睹为快的一些 哇 你尺度这么大啊 对啊 其实我的书名就叫做 就是孙祺君的海岸自由式 因为我觉得所谓自由式就是 你既然出去旅行都出去玩了 就不要有射险跟框架 是 真的 就是要自由 就是这也是自由的一种 这个有没有下坏现场的 下坏当时的 你们看到这边有船有没有 对 他们如果有带望眼镜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对 那时候就是有特别 有请经纪人跟工作人员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经过 因为海滩是大家的 我不可能清场 对 所以我就是趴在 就像这样 我就是趴在地上 哎呦 然后就等到 没有没有没有 赶快爬起来 然后往里面跑 然后摄影师就赶快捕捉画面 是是是 所以你说 蛮特别的经验 花莲跟澎湖 对 花莲跟澎湖 澎湖 那就是从现在起到16号可以预购 17号开始之后就可以直接到数据买 好的 然后9月3号有在敦南成品 下午2点半就有签书会 好的好的 先恭喜齐君啊 谢谢 然后呢也请三位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 好不好 号召一下粉丝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有什么问题的 尤其是齐君的粉丝 想要多问一些写真书里面的一些 什么detail之类的 也可以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好 那其实就是说到海岸嘛 齐君也是为了写真书跑了蛮多地方 对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讲说东海岸 你觉得跟台湾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大部分大家真的比较难得会到东海岸 主要我就也是因为交通不是这么方便 但是就因为这样 在东海岸的人没有这么多 没错 所以你到了那边 到处都是秘境 对 到处都是秘境 而且你的生活步调跟你连走路的速度都会变慢 有国外的感觉 对 就是你会有一个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所谓的放松 你可以放空 我觉得那个也很重要 有时候人需要休息啊 要远离一下都市那种压力 对 我现在叫你到信仪区走一下路 你很不自觉的就会用跟着大家的步调走路 但是你走了一段你会觉得好累 是 但是你到了可能东海岸那边 你就会看看海 然后你就会在沙滩上走路 你是那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听到这边我觉得繁忙的都市人应该就可以好好的计划 对 去东海岸一趟 对 这个号称东海岸小王子的一神 而且是一定要这个夏季的时候去 因为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东海岸海水的颜色都跟西部海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那个 因为我们从东海岸从北北端的差不多梳花那边 你会看到漸层的从浅蓝色到深蓝色 它那个不同的深度的那个海水透出来的光 然后另外呢是整个在往南走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是有沙滩的 它叫基奇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细水的朋友的话 不要以为东海岸只有沿岸 没有它其实是有沙岸的 那像是秘境的话可以去牛山啊 或那种他们是曾经是拿来当做这个广告的拍摄地 所以 对 非常有名 今年刚好那个电影《沉默》 对 甚至连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在那边取景 所以如果你有自己 譬如说你喜欢在IG上面拍那种好看的照片 美照 打卡的那种 东海岸绝对是一个好选择 你今天有准备一些照片跟我们分享对不对 对 像我自己常常在这个我的Facebook上面 这种就是IG狂po的那种 对 你看它的 这是 这个是一个 比照齐君的那个裸背吗 是吗 是裸背 但是我没有拖音 哦 因为这个反光以为是裸背 对 这个 这个也很有趣 好美哦 沙岸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漂流木呢 是因为这个是台风刚走的时候 对 所以它连台风走了以后 它的那个漂流木全部积到海岸上面 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这样子 是 然后这个地方是在封滨 封滨的去海口这样子 哇 真的很漂亮 所以其实你在每一段的这个海岸 就有不一样的风景 嗯 那这个 这个是夏天 因为如果那个夏天比较 风平浪静的时候 那个海水你真的在上面 你感觉好像是躺在一张水床上面 对 真的很美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 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你自己 然后这个海都是你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它的漸层颜色非常 有购买海域的感觉 对 有有有 这一块就是我的 哦 是对 而且就是到了东海岸 其实一定要去玩水嘛 对不对 Eason 你最爱的运动之一是 冲浪吗 像是东海岸的话 我非常推荐就是 可以冲浪 然后可以潜水 可以浮浅这样子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讲到冲浪的话 大家都会直接想到 譬如说乌石港啊 或是墾丁 但是其实花莲也有几个浪点是不错的 OK 那如果是夏天的话 我建议是可以在激起这边冲浪 那它这边的浪其实 因为它底下的地形是沙地的地形 所以可以 就算你是初学者的话 也是很安全的这样 那如果你是进阶一点的 这个高手的话呢 其实在沿寮的外海 或是在七星潭环保公园的外海 它有一些浪其实是不错的 只是说它出海的时候 它可能会经过一些 比较大块的石头 或是你在通的过程 对 你要可能要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去冲 他会跟你讲说哪边有大石头 那如果你冲 经过那些路段的话 要闪一下你的板子 不然你装板子的话 会聚居这样子 中高阶级的冲浪的经验吧 我出冒险王的时候 我去台东冲 台东浪也很棒 而且我那时候是冬天 所以那个东北季风 我跟那个外国教练 他已经冲了20年 他说出去没有问题的 我光出海 花了15分钟 天啊 超可怕 超可怕 就是那个浪是又高又多又大 然后我到外面我还很喘 然后就说 你怎么这么久 我在等你等很久了 然后我们 就是我回来啊 我出去花15分钟 我回来其实也花15分钟 为什么 我第一道浪 他就把我推出去了 然后我就有接到浪 我在上面待了大概有 也蛮久的 有个五六秒 但是浪真的是大到 我会怕那种 你知道吗 我倒了就是 掉到水里面之后啊 我就一路让浪 把我冲回按照 这样比较干脆 太被浪冲就对了 对 我最后是被浪冲 不是冲浪 但是那个东西是跟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像你说的夏天冲浪真的会比较适合初学者 但冬天冲真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是自己的 对 高手很爱那种浪 原来冬天的浪是比较 冬天的浪比较大 比较大 又多又大 他们喜欢那种感觉啊 所以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办比赛 对 难怪 而且台东就是 如果你在往南一点的话 它的浪的浪型会比较卷 比较卷的话就适合短板 因为他们短板可以在那种 比较卷的浪上面做 做一些特技啊 对 转弯啊什么的 哎呦 两个还蛮有默契的 那除了冲浪呢 就是 除了冲浪其实像你刚刚说 花莲其实不是只有眼睛 其实我后来有到那个板下沙滩 那最近很多 它那个沙滩长得不太一样 不是只是有照片 就是它不是只是沙 它的沙是立岩 对 所以 对于就是像做运动啊 我在那边有拍照片 这在书里面也会有 就是它所谓做运动 在上面跑步 或做其他的训练的时候 因为它会要求你的核心 跟你的平衡要很好 要不然会扭到脚啊 或者是跌倒 这种训练就比较不一样 它有点像是大科的 它在一条小路里面进去 所以一般人经过花莲的时候 它其实不见得会找到 你要从崇德那个地方去 然后再来Google板下沙滩 然后才会看到那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花莲现在最流行 它都是一颗一颗 对 它旁边可以看到清水断癌 对 然后就是最流行 等一下下半段应该也会介绍 这里除了立岩独木舟 现在新的活动都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秘境的概念 对 我去的时候没有人 很累喔 我去的时候没有人 只有一个人 有两个男生在钓鱼 他们怎么钓鱼你知道吗 怎么钓鱼 他们用空拍机钓鱼 对对对 这个超酷的 我们那时候有看到 我们边拍照就有看到 那不会很重吗 我好奇 不是不是 它把空拍机移到外海去 然后把耳放下去 它藉由空拍机先去钓 我懂你意思 它不是甩 它肝子留在岸上 它把耳子弄出去了 它的线可以放很远很远 超远的 这里有一个私房活动 可以推荐 就是大家看直播节目 有人可以去 它是其实就是 它一天只有做两班的独木轴 然后是在早上凌晨三点多 然后就滑上太平洋 然后就可以看到 那个日出从太平洋海岸升起 非常美 非常震撼 但是你要很有体力 因为它整个时间 需要四个小时 然后结束到滑回来 感觉根本就在国外的行程 对啊 就你拍那种电影 然后一个人 划独木轴 然后在海上 然后很美这样 是 还有没有一些秘境 其实花莲的秘境非常多 因为刚刚齐君跟Eason 都讲到冲浪的地点 都在基奇 那基奇是花莲唯一的 海水浴场的地方 那它属于封冰箱 那封冰就是比较靠南端的海 也很深 那在封冰箱在 今年开始它有开放一个 其实在新闻上很红的 所谓的 亲不知子断崖 所谓的天空步道 天空步道 对 然后它这个步道 我看一下 两块 第一块是它原始的古步道 只是它把它架钢架水泥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它的那个 所谓的玻璃战桥 那是玻璃的 它整个就是玻璃 然后沿着那个海岸这样兴建 然后你就从那个玻璃这样可以 往下看得到那个海的深度 这样子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每一个时间点 有限制三百多个人 对 然后一次可以 就是有分时分流 所以去的时候要稍微 先查一下那个时间点 很美 非常漂亮 这真的是适合 这也真的很漂亮 对 这就是刚好他们两位 有去冲浪的地点 其实就可以顺道去一下 就在附近 就是是顺路的这样子 好 我们同时也看一下 这个我们网友的留言好不好 好 想问齐君新书什么summer day 齐君帅帅的 好帅呀 新书在这里 我的老天鹅啊 summer day summer day 很积极 冷静冷静冷静 齐君的新书 好 我们请齐君也在帮我们 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好不好 先回答 他搞不好现在才进来 对 你可以先跟他讲一下 对 就是 你的新书 我的新书 孙齐君的海岸自由市 刚好也是有在花莲做拍摄 然后今天刚好就聊到东海岸 所以就把新书拿过来这边 跟大家一起分享啦 好的 所以如果想见面的话 9月3号好不好 蹲南成品 下午2点半 我们不是在花莲 我们在蹲南成品 好的好的 请summer day 继续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上面 我们然后继续来介绍 东海岸哪里好玩 那刚刚讲到说 除了冲浪之外 还有没有 如果我不玩水怎么办 其实刚刚说到日出 我冒险王在台东太马林那边 看日出也超美 有看日出 第一到的日出 对 我是2017年第一到日出 他们已经共沽了16年 你知道吗 因为都有 因为云 都有云 我2017我们是第17年看到的 好棒喔 好幸运喔 我们那时候其实运气算不错 是 那看日出 那如果说不玩水 不玩像冲浪这么 可能Hardcore一点的 也许比较轻急的初学者 你说在水上活动吗 对对对 那我就推荐可以去浮浅 浮浅 因为大家知道 有一个地方叫石梯坪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石梯坪它只是 赏金 对 赏金啊 或者是在岸上拍一些它的地址 它的地址是非常屌的 海石地址这样 但是大家不知道 海底下其实也很精彩 因为它下面就是很多的那个 它是个渔场 对 珊瑚礁这样子 那那个教练会带着你 然后就是在那边如果要生钱或是浮浅 都是可以的 OK 那我就在那边看到 它的那个触须伸出来 就这么宽 大龙虾 它野生的大龙虾 我刚才以为你说鱼耶 你知道吗 对 我刚才知道 你刚才还没讲东西 然后你就说 它那个触须伸出来 它突然突然 跳到游户 那个龙虾这么大事 你看它的触须那么大 它身体有这么肥耶 然后我就心里 她说 我当时怎么没有带到 他们要补龙虾的东西 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 对啊 自己可以补啦 就可以直接下厨 真的绿岛人都是直接 晚上深夜的时候 就下到那个海里 然后就补龙虾 所以他们晚上的时候 跟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是一大堆龙虾这样做烧烤 甚至他们还有把龙虾抓起来煮泡面的 这超奢侈的 有点太高级了 这龙虾泡面 这超高级的 原来大家要吃高级的泡面 龙虾的话可能要往东海岸跑 是这样子吗 但龙虾是不是晚上比较多 对 她晚上 我之前越浅也是 她要越浅 然后用探照灯去吸引她 去抓 也是一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但如果没有那么Hardcore的话 就是浮浅的话 浮浅 基本上你也可以看到Nemo 小丑鱼 对 很多种各类的热带鱼 听说东海岸的小丑鱼蛮多 而且就是不一样 各式各样的 很可爱 你觉得好像在看海底总动员 对 而且其实很多大家去浮浅 都会想看鱼 但其实我觉得 其实反而更美的是很多珊瑚礁 那些生物 真的超美 它会因为海的流动而动之外 它还因为方向性的问题 珊瑚礁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没错 光的整色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看到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的整色 而且其实它那些就是珊瑚礁上面 其实会藏有一些 你完全没有办法发现的一些生物 对 它们跟它们融为一体 然后成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生物在那边 对 很美 像一个雨伞一样 它是张开的 然后你接近的时候 它会 这样说起来 对 但我每次都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就想说 欸 我就是在这个珊瑚礁 用完我的泡珊瑚礁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 挥流动这样子 就希望它开始做起来 好玩喔 对啊 所以浮浅是一个推荐 那再来呢 听说溯西也是很厉害对不对 溯西的话在花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花莲有很多 很西谷 很多的西谷这样子 那现在有很多家这个溯西公司 都会带 就是可以 等于说有教练带的这样子 那溯西其实 对 溯西我觉得其实是很适合 男女在暧昧的时候去玩的一项游戏 所以不要去看恐怖片直接 对 溯西更直接 因为溯西的时候它很 我觉得网友会突然暴增 真的 我突然来关注一下这个 男生要把妹的话 带她去溯西 真的夏天的时候 因为溯西的时候 譬如说有很多地方啊 它可能需要 譬如说 它那个地方是没有路路的 你要走水路过去 对 所以女生有可能就会 需要男生 会怕跌倒啊 要搀扶啊 对 男生可能就要扶着她的屁股 往上推这样子 然后或者 你这还能叫曖昧吧 不在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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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有很多 很多关卡是 譬如说你要从这个 瀑布的上面跳下去的 对 那女生可能就需要 不敢 对 可能需要男生 带着她牵着手 一起跳 放心有我在 真的 就是那种安全感的感觉 偶像剧的桥段 所以你就是靠这招 撩到不少妹是不是 也是没有啦 我是 对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 塑西它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互动之外 是 朋友之间很好的互动之外 是 另外它真的可以看到 很多野生的东西 像我也是塑西的时候 我就是塑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突然听到 好像是卡车经过的声音 卡车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这里是山谷耶 山谷怎么会有卡车开进来 对 结果后来我们就听到 好像是一个山珠 然后它一直在撞树 还撞起来 撞架 那个声音 它是在很激动是吗 它是很激动 然后我们吓死了 因为我们想说 而且我们看不到它 它就在深山里面 然后可是 你就看到那个树肘 然后就 这样动得很快 然后我们想说 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 异想天开 我们想说 山猪应该怕水吧 然后我们就 全部都跳到水里面去 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 躲那个山猪 结果还看到山猪 山猪跟着你们一起 吓死你 不是更快吗 后来跳进水里以后 也没有躲 好到哪里去 对 因为差不多在过三分钟之后 我们看到一条鲜红色跟黑色 水蛇 对 交织的水蛇 在跟我们同一个水里面 吓死了 然后而且它不是地上爬那种 它就是在水里面的那种 然后颜色鲜艳成那样子 那会游的 可是大部分的水蛇 它是不会攻击人的 对 因为它的独意很 它会很珍惜它的独意 所以你就不离它远一点就好了 就安静的跟着它一起游 没有 没有 我过安静 我们大叫 我们大尖叫 马上全部人又上 就岸上有山座 水里有水蛇 那是怎样 吓死了 这个有一个很棒的知识 也告诉大家 就是你去溯溪的时候 你可以那个 因为它是Discovery 有特别介绍 就是水蛇它虽然是在海里面 但是它其实是会找到 它还是需要喝淡水 所以如果说你在海上迷失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水蛇游的方向 它是会去找到淡水水源的地方的 这是一个蛮好的知识 很有趣的 假如你在海里遇到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小意外可能要多待很久的情况下 你会缺水或什么的时候 对 不要就是还没找到淡水的时候 就被海蛇咬到 那就是你要冷静 你要冷静 对 冷静 对 刚刚Eason讲的这个溯溪 哇 这个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溯溪说了很多次 然后当中有好的回忆 也有一些不好的回忆 就是之前我跟我的团员 SERCUS的团员 我们那个时候 一起去溯溪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们其中有一个团员 就是小马 那他带了他的女朋友这样子 那我们大家一开始说啊 然后就相安无色 很好啊 对 大家就感情交流一下这样子 结果呢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段路 是我们都很不熟的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那天 也是没有教练带 我们自己去溯的 然后我们就想说 小马 因为他人高马大 然后感觉好像又是大老初 又不怕死那种 我没有 你这 我会想 小马好像有在看直播 然后我就说 你知道我皮肤那么粗糙 你先去探探路这样子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开始爬上去一个很高的一个 就是大石块这样子 对 后来他爬上去以后呢 他就下不来了 因为他就在 差不多一层楼高的那个位置 接着我们就 其他人就要陆陆续续上去嘛 是 结果他的女朋友呢 就那个时候卡在下面的时候 就因为 因为他女朋友是 台北人这样子 他从来没有说过西 所以他完全 他跟大石不熟 对他跟大石不熟 所以他完全不晓得说 譬如说 石头有些有青胎的 他要避胎 什么的这样子 他不知道路线要怎么爬这样子 那我们 我们没办法 我们基于朋友的立场这样子 我们就只好在后面 把他就是推屁股这样子 所以你有推屁股 你怎么越来越多推屁股 你这不对了 你这不对了 我跟妳讲 扶腰是没有失利点的 很有意 很有意爬上去你就出招了 对 这个故事的重点就在这里 我已经懂了 难怪你把刚刚那个梗先放前面 对 然后故事现在到这里 我们就都听得懂 对 你这没过了 我就给予朋友的立场想说 推他一把 好推他一把 结果推他一把 我们大家都上去了 上去以后 小马跟我们大翻脸 因为你推了他 对 你能想象吗 小马站在上面这样往下看 对 然后看到自己的兄弟 然后再推 再推他女朋友的屁股 你应该跟他说 你怎么没有电话 对 对 然后我就 天哪 这该怎么处理 结果后来整趟 整趟朔熙 他就整个就奥堵堵 这样子 然后都不讲话 对 所以到现在该不会还没有很好 对 后来就 后来就是 请他吃个饭 什么什么 大家就没事了 朔熙 朔熙你准备我第一次 朔熙的时候 其实我是被同团的女生吓到 因为他就是没有牵好手 就溪流很大 然后他整个就一直落水 一直飘很大 而且他完全忘记自己会游泳 你知道吗 对 又会慌张的时候会这样 他什么都忘了这样子 天哪 OK 蛮有趣的 有时候其实只要你抓着救生衣 然后放轻手 他就上来了 对 可是有些人慌张挣扎 你反而会一直吃谁 一直吃谁的 就那一次 害我第一次的朔熙经验 就很害怕 很黑暗的感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Eason没有去 去扶你的屁股 下次朔熙要带他去 后来是有一个很帅的男生的教练 就直接从那个西边 他们好像本来在掉下干嘛 直接跳下去 把那个女生捞起来 一起来那女生才说 其实我是会游泳的 然后我们一路只有你 那是故意的 原来他也是 对啊 OK 那当然齐君你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不是在花莲朔熙 扶屁股 我没有扶屁股 所以他一把 所以他一把 我是在台东 我是在台东的利道部落 好漂亮 那边他们说是有 我们是去 我们的目的地是去看 台湾唯一一个用水滴的温泉 它不是从地底上出来的 它像瀑布一样 那是像那个滴咖啡一样 对 它是一点点滴的 水滴咖啡 去的路上是要溯溪的 就到乌路下 对 而且那个就是 对我而言溯溪是算是 已经紧绷贴近 最贴近大自然的一种运动方法 因为没有 就像你说的 那个不是像爬山 会有弃好的阶梯 对 也不会有绳子 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 想办法自己开路 你就是走在森林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 就像他说的 就是到处都是野生动物 有蛇啊有山猪有动物 都看得到 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拍外景 我们就有 每个人都要扛器材 要扛机器啊 哇 那真的挑战 那个器材又不能落水 我们扶的不是屁股 是机器 是器材 那个很贵 对 一掉下去就完了 所以那也很刺激 对 那也是蛮好玩的 太厉害了 好 以放要补充这个树溪的 厉害的景点 对不对 其实因为刚刚那个 那个谁 Eason有讲嘛 就是我们花里有很多 树溪的地方嘛 那现在其实最 我们应该讲说 那你看一下 顺便看一下照片 对 对 这个是 早期的树溪是在我们现在讲的 那个沙卡当西的神秘谷 但是因为它变成 国家公园之后不能去 所以现在就在三战溪那边 就是有分北边跟南边 那这个地方就叫黄金峡谷 它就是在三战溪的南溪 然后你就是要从前面的 就是比较平滑的那个溪口进去之后 它为什么叫黄金峡谷 是因为它的那个壁很窄 那它那个光线照进来的时候 很像那种 闪闪发光 有那种黄金的颜色很漂亮 那这边是一个非常适合 塑溪的地方 就很美 而且是秘境 然后没有什么人 因为它很像一线天的感觉 而且它真的超消暑的 那个溪水真的有够冰凉 很痛 真的 现在这个时间去刚好吧 像台湾现在都三十五六七八度的 这边这边不会 这边就很适合你去 然后你就整个下午很清凉 这样子 然后有专业的人带 然后他刚刚讲到说 在山里面看到山珠 对不对 因为我有跟 我有跟猎人去打猎的经验 是真的打猎走那个步道 然后它还很有名 有上过杂志 然后一路砍 所以其实那山珠很好玩 它会把那个树 整个 你会看到 两颗尖尖的獠牙 然后在我们花莲的山珊溪里面 它其实是有那个 包括利物溪都有毛蟹 所以他刚刚讲说咔咔咔的声音 我以为他在海里 那个溪里面有那个毛蟹 经过的声音 对 所以也是很好的 我们讲的螃蟹富裕的地方 就是这几个西谷 OK 当然除了溯溪 然后刚刚讲到什么 潜水浮潜 范洲呢 范洲之前蛮红的嘛 对 现在还是很红吗 其实瑞穗的范洲 它有季节性 就是它每年当然就暑假 它一直会延伸到11月 可是就是说 如果要水量大的时候 也就会很好玩 因为水量大的时候 它就是 比较刺激 比较刺激 然后它有很多湾流 对 然后除了就是范洲以外 现在花莲很流行 就是划独木舟 就是刚刚那个齐军介绍的 那个板下 崇德的板下沙滩 然后再来就是 往丰滨走的那些进谱部落 它有所谓的竹法 因为早期原住民 他们是会划那个橡皮法处 去捕鱼的 然后它是属于内海 所以现在就是溯溪 范洲 都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选择 我记得独木舟 我以前在澳洲的时候有玩过 然后那时候就是 学校的一个体验的课程 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 因为是学校体验 所以你也没办法换太多 很厉害的装备 你就只能穿着制服去 然后女生就穿裙子 然后就是 就是 后来就是快到岸边的时候 我记得 然后我们就是跟 旁边同学的那个舟 就撞在一起 结果我们这一船就翻了 然后你知道女生穿制服有多惨吗 你就像水母有没有 那个裙子 裙子飘 裙子是在水面上 然后重点是 我们还没得换 我们还要一路就是走回学校 因为我是去澳洲 就是交换学生的一个体验 然后那个学校 就是澳洲地又很大 就比较山区 所以你就是要走回学校都干的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可是就有点阴霾的 阴影的感觉 有点害怕 对我大概懂那种 从船上落水的那个 你有这种经验吗 因为有一次就是 我也是在这个 要去泛洲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是特地挑了 台风过后 没多久 比较好玩 那个水量知道 对 那一般泛洲的这个行程 它可能差不多 三到四个小时 中间还会上岸 然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但是我们那一天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泛完了 因为那个 超快 对 那个水量太快了 然后而且中间我们还经过几个 是那种几乎已经倾斜到快 你会觉得说 90度吗 没有到90度 可是几乎要90度 那个船是这样 这样子下去的 Oh my God 然后 所以就算你是这个 紧紧抓着它的这个船 旁边的那个绳子 速度快 地心理力会超过 但是你会被弹出去 然后我们就整个过程 就不断的 差不多一半的时间 泡在那个河水里面 然后想办法要上船 不断再救人 然后待会上船以后 没多久 又被弹出去这样 非常刺激 所以泛舟不适合带去撩梅 是这样吗 这是结论是不是 泛舟也可以撩梅 因为他会因为你的英雄气概 觉得你突然好厉害 每一次都可以直接把我拎起来 这样子 回去之后就觉得说 哇 你是可靠的男人 我正在讲 你问他不准 他所有运动 搞不好都可以变成一个 没有 我要不要再讲 还是因为他都在 经营关系的运动 还是因为他都在浮夸 但是你是比较真实 真的 泛舟其实真的 超级适合团体的 就是朋友们 或者是家人们 那超级适合 因为泛舟就是一整船的人啊 而且你船跟船之间 还会打水战 对 会打水战 挺好玩的 船长很好玩 或者是我们还会 因为泛舟每个人 每个人船上都有自己的奖 然后我们 对 我们打水战 然后我们这一船人打输了 后来我们就生气 我们就变水鬼 然后我们就游到对方的船上去 然后去偷他们的奖 把他们的奖全部都撤掉 所以他们没有奖 可以控制方向 你就看到他们那艘船 我就一直 你知道 一直这样 卡在一个潜台 一直在那边出不来 好好笑喔 你们 水上活动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爱水的人 一定要去体验 那如果说真的 我真的很害怕水 怎么办 就是一定会有这些 专门只是拍照打卡 比如说是可以体验 在地风俗民情的地方吧 可以推荐一下 在地风俗民情的地方 有 因为其实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我们讲的八月多 都是沿着花东海岸 是非常多部落的风年季的时间 对 而且应该整个花东海岸 有非常多多元的风年季 这个是一个花点风年季 你一定会吃到的食物 我们叫他做阿拜 阿拜 阿拜 阿拜它的外围是月桃叶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有一点 就是风年季的顾名思义 就是要祈求一年 就是你所有的物质 就是到做什么可以丰收 所以他们就办祭典 然后让就是 会有祭司做祈福 然后部落做跳舞 然后他们就会准备一些 很丰盛的食物 那这个里面就是 它的 这个就是它其中的 一个米食的作物 它是很像 跟粽子很像 对 它用月桃叶 然后咬起来的时候 会有那个月桃的香气 然后是用蒸的这样子 是 对 这是阿拜 然后 这个另外一个 这照片这个很有趣 这是原住民的 传统的 我们讲它煮鱼煮虾的方式 就是它会 是隔水加热的概念 它是把那个蛇纹石 那蛇纹石可以 就是聚热 然后煮到非常非常的烫 对 然后它就用它们的那个器皿 那个器皿也是叶子编织的 然后就 里面有水 然后新鲜的虾摆进去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摆进去 对 就这个石头下去的时候 这个水就会瞬间滚烫 就让那个海鲜的鲜味 瞬间释放出来 然后就用反复的蛇纹石下去 就是 应该是说 这很古老的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以前我们听过的 钻木取火啊 在那个时候没有瓦斯啊 它没有什么 它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加热去煮它的美食 原住民高级石头料理 事实上 对 所以就可以去参加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参加原住民的风链记 因为有很多部落 但是呢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参加之前 你要上网去查一下 因为不是每一个部落 它都对外是做开放的 但是如果它欢迎你去的时候 很好玩的 就是你也会跟它们换上一模一样的衣服 对 那我有参加过一次是比较大型的 就是所有的原住民部落 它在我们花莲那个七星堂的广场 所以它会有很多部落的人 晚上有萤火 然后呢也会有跳舞 然后会有美食 然后还有就是类似它们的射箭的表演 然后你就有的部落甚至会办三天两夜 三天三夜就是一直吃喝一直玩 玩到底就对了 玩到海这样 是 齐君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有 但是我是在阿里山 阿里山 它那个风链记有名字的 它叫做生命斗记 我有 听起来 所以用生命在餐 对 感觉是 用生命在喝酒 还是喝不到 没有 它们生命斗是因为它们那边有个植物 就叫生命斗 为什么要叫生命斗 所以它在 在恶劣没有水 或没有健康土壤下 它都可以成长的植物 所以它们叫生命斗 所以它们把这个植物的名字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它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是很强壮的 那它们的那个 那个记啊 很特别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们刚好会在生命斗记 做结婚的仪式 它们的结婚仪式还很特别 还可以抢婚 好酷喔 我那时候就换上它们的衣服 然后去抢婚 真的假的 那只有抢成功吗 失败 等一下 那如果抢成功了呢 可是你去跟人家结婚 对 而且它们的抢婚有分很多种 它有种抢婚就是说 譬如说 长辈已经说 你跟他要结婚了 对 那你们就不能 不可以拒绝 尤其是女生是不可以拒绝的 如果在结婚的这段时间 女生不见了 男生跟男生的家人 可以去女生的住家 把女生抓出来结婚 这也是他们所谓抢婚的一种 那阿美族比较好 对 阿美族是母系社会 他可以修复 等一下 好凶 那你刚刚说抢婚是在现场 就是婚礼进行的现场 是可以抢婚 就是他们两个走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去 那你是故意要去抢婚 还是你真的想要抢婚 那女生真的很漂亮 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说 想去玩一下 那如果真的抢到了咧 那你就要对女生够杂 对 我没有想那么多耶 你没有想这么多 对 太妙了 而且他们除了结婚的仪式之外 他们还有成人礼 成人礼除了喝小米酒之外 你还要被打 还要被打 对 等于说他们的一个考验 互同族的一个文化 天堂路的概念 类似 对 他们那个板子超大的 哇 那个打下去不得了 哇 很痛苦 Eason一定也有 你一定有抢婚 我没有 因为你要喝小米酒 我说喝小米酒 我说要不滑掉 因为我那个时候 也是去参加一个联合丰年祭 对 然后他是在一个操场举办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他们其实我 我还没去之前 我朋友就一直找我去 因为他说 早上就ㄎㄧㄤ了 对 他说 会有跳舞的 然后会有小比赛的 一些运动比赛 对 而且很多摊位 很多摊位 而且有很多那种 就是风味美食 对 我太期待了这样子 就我一到现场呢 我就想说 好我要开始大玩特玩了这样 没想到 一进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像是 好像是长老 长老还是球长等级的那一种 是 每一个都给你一杯 哎呦 你不是医生吗 很好 很熟 对 你来这边怎么可以不喝酒 然后就开始了 三杯就先来 三杯的小米酒 多大杯 差不多这样子 应该都不大 都不大这样子 好 可是三杯下去以后 我开始有点感觉 还没有吃饭的时候 左右摇摆这样 就后来 我什么风味餐也没吃到 然后舞也没跳到 然后你三杯就挂了 对不是 因为有三杯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 接下来发生 长辈不是只有一个嘛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经过一直都三杯 我真的不晓得 然后我一对那个风铃记 有印象就是 它那超弹的地板 因为它是整片草皮这样子 我就记得说 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想要 起来跟他们跳 因为他们最后会有 联合的那种 那种 那种 那种场面很壮观 然后大家会一起跳 然后那个时间来了 我想说 我要跳我要跳 然后我在地上 后来就有几个原住民的朋友 没有 他们不是把我拉起来 他们想说 躺在地上跳好像也蛮好玩的 他们跟我一起躺在地上 真的假的 然后我就在那边躺在地上 跳地板舞 你知道吗 太可爱了 就发明新的舞 反正到那边的时候 大家不会分你我 大家好像都是很熟的朋友 然后就玩在一起 你说的那个 那个我好像有一年有去过 而且还是台风天 台风刚过没多久 然后我朋友就拉着我去 然后呢 就是三杯不是 那个不算什么 他们是一进去那个 就是会场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就穿了他们的衣服嘛 他们是身上杯一桶 然后是用喷射的概念 每个人进来就用扫射这样 你嘴巴张开他就是扫这样 这比较夸张 那种就直接扫了 尤其是女生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就是你一定要至少三秒 对 然后就开始围起来一起跳舞啊 然后他们不管就是 男女老少什么的 小朋友 全部都这样子跟你很high 然后还要换上他们的衣服 而且你的衣服 而且那时候我们 因为我朋友是 就是阿美祖 他算是酋长的就是凶 应该说是职儿 所以他们就是很高的那个 权位 然后他们还特别帮我们做了 不同的T恤 哇 对然后不同的T恤 然后我们还要自己把它剪成 就是有点符合他们原住民的那种 那种pattern 还要自己编啊什么 那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体验 但是还好啦 我们没有很醉啦 早射完之后就赶快溜了 有没有 对啊 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三系的阿美 因为是沿着部落走嘛 那其实在花东来讲 阿美族有分两个 一个就是三系阿美 一个就是海岸阿美 那你们一般看到服饰来讲的话 三系的阿美就是以黑色跟红色为主 对 那海系的阿美穿的衣服就是绿色白色的角织为主 然后他们非常的会唱歌 真的喔 对 然后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常听到说 他们很会唱歌或什么的 然后刚刚讲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两个很有名的人 我们也都是属于阿美族出来的 就是阿令阿跟郭英男 两位歌手这样子 是是是 对 所以有机会可以来一趟 我们的封年季感受一下 但是如果有经验的话 因为小米酒好好喝喔 对很好喝 他其实要讲 小米酒跟我们一般的小米酒不一样 它的很甜 很甜 而且后来有那个米香味 对后来我那天 那一次去了之后 我们就那个 因为他们的球场很热情啊 然后他们就 他们自己有酿 所以就一人发一香 艺人发艺香带回家 那你会起来像养乐多 对对养乐多 然后你要加冰块 对 超像那个我们讲的可尔比斯 因为我家就在那个 吉安那个联合 那个吉普兰部落的那个 就是封年季的场所 就我去年的时候 也是一路回去 就已经很多人 然后真的是从早上 一路经过 每一个人都跟你打招呼 然后又摆了很多摊 然后就一路 每一摊都可以喝一杯这样子 对 而且都会找到理由让你喝喔 对对对 你要走到这边来 走到这边就要喝一杯 就很奇怪 没有理由 那是缘分啦 一定要再喝一杯 那是缘分啦 而且其实后劲还蛮强啊 后劲还蛮强啊 后劲还蛮强啊 因为你在看的过程 你没有感觉 你默默直接醉的时候 就是直接啪啪啪啪 对对 就倒下去 好险都是在草地 泥土上面 就倒下去也无所谓这样 对我们要就是 直接就是 投向大地的怀抱这样子 所以说 当然不是只有小米酒啦 好不好 到目前为止 大家应该想说 可能这一集是在讲一集很久 没有没有 我们还要讲就是这个东海岸 除了玩水之外 就是一些绝美的这个拍照景点 还有他们的大地艺术 是非常不能够错过的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呢其实大地艺术节 它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 然后呢 其实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今年去采访好多的那个艺术家 我才发现说原来整个花东海岸线啊 就是一直延伸下去啊 它有非常多的艺术工作者 然后它可能是我们花莲的人 也可能是台东的人 也有是菲律宾来的 也有是巴黎岛来 他们就可能长期定居在这个海岸线 所以在2015年开始呢 他们就会公开征选这些艺术家 然后去征选这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他们就是 我亲自早上六七点的时候 因为它很大 就看到他们在路边 然后用那个藤边啊 铁架啊什么 然后这样子一件一件架起来的 那这一件作品是去年的 那今年陆续的作品呢 也在之前都已经慢慢完工了 然后这个作品会展示到 就是年底的12月31号 但是它其实是不会拆掉的 所以你沿着东海岸线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三年的 我们讲的那个艺术节的作品很漂亮 然后它在七月八月啊 的满月的时候啊 它有办那个月光海音乐季 然后平时的假日也有市集 市集就是很多这些艺术家的 创作的那个艺术品 其实感觉也像是一个 风年季的那种氛围吗 它其实不是风年季 但是它就是让你知道说 原来花东海岸有很多 就像那个Eason讲的 有漂流木嘛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这个是那个太阳的孩子 拍摄的那个场景 底它其实旁边也是一个 大地艺术节的艺术家创作 他就用那些漂流木 去做出一些艺术成品 然后让你在拍照的时候 就有比较更具体的异象化 可以知道说 我拍了一个很特别的点 那别人可能不容易猜得到 这是哪里 这样子很私房很漂亮 对啊想到这个艺术 两位有去过吗 像我上个月我才去了一个 也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这个算是也是艺术节 它叫海货 那它是它很酷 它是也是有很多自己 首创的这些创作者 也是我们花莲的 对 然后也有全台各地的这样子 那它们每个人 都会带自己的东西 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呢 你可以 它们开始摆摊嘛 摆摊的时候摆摊 晚上的时候就有DJ 然后有音乐台 然后就大家可以跳舞啊 小米酒 有没有 小米酒 各类的酒都有 各类的酒都有 喝完缩溪有没有 真的 还不能缩溪太危险 然后它们是自己带着帐篷 去那边扎营 所以一个礼 对一个礼拜都在那边 那个录营这样子 所以说你会觉得很像 很像在打电动 真的进入了一个村庄里面 有那种村庄市集的感觉 然后其中有一堂很酷 它是那个时候它就 我就看到它的那个标 标牌上面就写着说 按摩这样子 那但是呢 它是用以物易物的方法 就是它 你要跟它换 对 如果你想要给它按摩的话呢 它是不收你钱的 但是你要带你身上你觉得 就要 有架子的东西 对 有架的东西去跟它谈 它如果觉得也欣赏你的东西的话 那它就可以成交这样 结果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那天就穿得很邋遢 我身上也没带钱什么的 我全天上下只剩 T恤也脱给它 一个手机 我全天上下剩下一个大麦克 就是一个大麦克 一个大麦克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犹豫 我想说可不可以换 可不可以换这样子 因为我那天其实也玩得很累 我很想要给它码一下 我的背这样 后来呢我要换的时候 它说我收摊了 因为它那个时候 因为它那个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 然后呢那个音乐的那个低震的那个舞台 开始起来了 开始要跳舞的什么 他打算赶快他要探索收收 他也想要去玩 他也想要去玩 换他要去玩了这样 所以没有马到这样 Eason讲到这个 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体验 是大力艺术街有的 我们一般去玩 是不是都会去住民宿住什么 但是他这个在他独立啊 他有那个部落体验 但他不是住饭店喔 他也不是 他是住某个原住民 很像技术家庭 他会有在一个部落里面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技术家庭 他可以接待你去住 就是开一个帐筒给你 类似这样的概念 没有就是住他家里的技术家庭 然后他早上 就是说他可以带你去 过他们原住民一天的生活 就是原住民Airbnb概念 对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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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吃原住民的美食 然后我这一次去很有趣 我们还去看了那个马兰竹 就是香蕉丝抽的编制 然后还买了一顶整个香蕉丝边的帽子 就是可以去那边也可以做工艺 工艺体验蛮有趣的 这还不错耶 这次拍写真书 有类似经验吗 我们是刚好开车 然后有经过 花蕉有很多花海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很特别 这是在城市里面 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根本没有地方去做 对 而且还要保养 而且那些花蕉一看 就知道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对 而且他们就是长得都是一样高 然后看过去风一吹 就像让你让你这样 顺势 应该有几张照片 但是在那边拍照 你会觉得你的那个 你那个背景是key上去 对 美到你key上去 我们真的当下拍完 我们真的在问说 这是大花博士剧 这个出去会不会像是 人家说我们key上去的 那花真的很美 真的超漂亮 而且很大片 哇 这个每年他在施肥的时候 换季的时候 他就会做这样的种植 然后可是季节要再晚一点点 是 这个是我是一个人去的 但是就是依照Eason的概念 这个情侣去也会很开心 对 有浪漫啦 这很浪漫 这真的很浪漫 如果你们不玩水 这一区还可以拍到整片的 那个我们讲的薰衣草 这个超漂亮的 好美喔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 中央山脉的山景 所以很漂亮 完全不舒服的 它可以骑单车 然后它的这些香草植物 在那边都可以拿来做成品 比如你可以做成 干燥花吗 不是 因为这些花是可以做成精油的 你可以自己去做成精油 喷雾防纹的 或是熏香类的东西 很有趣 对 这一般比较少人去 对 这也算是秘境的一个提供 在凤梨 就是凤梨花田 对 这也是六十淡山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花莲的六十淡山 六十淡山 对 就90%都集中在花莲 那花莲就是刺客丹跟六十淡 台东就是泰玛丽 那每年的大概 下个礼拜是盛开的季节 刚好是大盛开 可以可以 因为现在 现在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照片 那下个礼拜 就会满山片也盛开 然后你去的时候 不会看到全部都是花 好美喔 因为它开花就不能采收 所以它会有一部分的是 拿来采收 可以吃精真餐 那一部分就是让你拍摄的地方 然后提醒大家 因为每年这些花龙都很辛苦 是 很多人为了拍这些花 会把它践踏 践踏踏踏到中间去 对 就是说其实尽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 大家两方面都会很开心 你可以拍每年到 爱护大自然 环保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一定要去 不过刚刚那个真的很美 很像韩剧的那种场景 有没有 说到韩剧 你的头发最近好像跟鬼怪有点像 刚刚有位网友说 顾慧来说 孔流法 好帅 最近刚好就追上了这一波流行 然后刚好因为头发 准备 因为准备要拍电影 所以头发要留住 准备定妆 对 了解 那当然这个持续这个 我们东海岸的一些美景的分享 Eason有要分享什么美景 就是东海岸我 我还推荐一个 它是叫 它是在 峰濱 峰 对 我去过一次 然后它那个地方 它本来是原住民的一个圣地 所以它早期的时候其实是 不开放 那后来这个好像是东莞局 把它接手之后呢 它变成一个观光区这样子 那它其实是在海岸山脉上面的 半山腰当中 它有一个洞穴 那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湖 然后你等于说在山里面划船 坐船 然后船夫会划船带你进去 那一进去以后呢 你抬头一看 它是满满的蝙蝠这样子 有的人会很害怕 它是蝙蝠洞超酷的 那感觉很像什么日本 什么千年古老的什么蜜洞 然后里面藏着宝藏 那时候这种场景 就有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是看了 你那个水因为很暗嘛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水像 到底多少 对有没有什么 譬如说没有很深 因为这边是鉴定 是人类最早居住的 其中一个地点 对 下面有一双手伸出 不是公兵 你真的会觉得 你也这样 这样会害怕 很像电影场景这样 不要讲开嘴霸音 蝙蝠家住里面 对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 是因为白天才开爆 那白天的时候蝙蝠是在睡觉的 所以它会挂满整个墙壁这样子 真的蠻酷的 我会想看 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 你看到那个你真的会吓死 真的会害怕 可是如果喜欢的话 你真的会觉得很震撼 对 而且它会一直滴大便下来 所以我刚刚说水巴不能打开 对 滴的不是水 常常在山洞里面滴的不是水 对 都是蝙蝠的排泄物 天啊 但是非常非常的屌 对 就是一些秘境的分享 然后你是不是还有发现隐藏什么瀑布 隐藏瀑布是你 对 我去拍照的时候 其实它不算是隐藏瀑布 它是人工的水坝 水坝 蓝沙坝吗 在哪里 是蓝沙坝吗 因为有照片 有照片 对啊 蓝沙坝 这是汹水的好地方 对 我是在这边有拍照 然后就是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棒是 它弄得很贴近大自然 对 它其实就很像瀑布 是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边也是很美 我们就在那边有拍照 也拍了几张的就是 而且它就是天然的SPA 如果你在它的那个 直接站在下面 哎呦哎呦 这个这个 哇 现在应该要爆炸了 但那是你干嘛 我去拍的时候是冬天 哇 那冷 那个汽水很冰欸 看不出来 超硬的 你怎么都挑冬天 对 怎么都挑冬天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就是有安排出书 是希望是今年的夏天 所以我们要 提早去拍照 好辛苦你 对 但是就是 我们进去的时候 因为你进去的时候 也要经过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山洞 就是你会感觉到 你好像进到另外一个 时空的感觉 一进去之后 你就看到瀑布了 它就是也是真的很漂亮 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 对 那像 在这种地方的话 我们夏天就会找 就是找比较安全的 它下面是没有大石头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从山壁上面 或是蓝沙巴上面 跳水这样子 它这个地方好像 好像离赛德克巴萊 拍摄的地方很近 对 真的啊 因为赛德克巴萊 它有一段 那个溪水的景 是在五盆花莲拍的 然后是从那个 市区的一条山路上去到半山 然后后面就要自己走路进去 嗯 哇 今天真的 那个瀑布也真的很美 对啊 好丰富 而且都是很多 提供很多秘境啊 然后可能大家 比较不太知道的一些 隐藏版的地方 那如果说 真的就是今天聊了这么多 如果真的我们要推荐给一些 想要计划 它可能下礼拜 我刚刚有看到网友说 有人下礼拜就要订 我们推荐这个量 可以去七天 真的 对啊 我们来给它总结一下 如果说要选的话 其实就是你要选一个 一个运动跟一个景点 你会怎么选 我觉得看 第一你要看 就像你说的 你想要静态的 还是比较冒险的 第二个就是你有多少人去 像泛舟就人多去 一定比较好玩 封年季一定人多去 比较好玩 但像你说大地艺术节 你说情侣去 那一个人去也可以 一个人去 每一个点都知道 像我海货 我就是一个人去 对啊 因为你去就交朋友 我也一个人去 你也一个人去 我拍摄算一个人去嘛 我一个人拍啦 你是有团队 句子都在摄机后面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都可以试 尤其像你是出去旅行 或你出去玩 当然就是要尝试一些 你没有做过的事啊 要不然 我觉得会有点失去意义 跟浪费时间 了解 我自己是很推荐 你可以自己去露营试看看 因为在东海岸 你随时找个地方 它有营地 对 然后它也有营地 那所以如果是 你一定要洗澡的人的话 那其实你也 你有水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在 硬拍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 看到任何一个 你觉得OK的点 你就直接在那边扎营了 非常得不好 那晚上的 硬拍一点 像这样 硬拍一点 硬拍一点 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太硬 因为它从海岸 晚上虽然看不到海景的 是 看到星星 那个整片的那个星光 对 夏天是可以看到 整个银河的 就满满的这样 这个听起来不错 这个我没有看过 这个不错 这个也考虑 以放最后还可以帮我们介绍 一个很厉害的景点 其实应该是说 它是一个星星的景点 就是那个艾索拉永泉 因为我们都知道 去马祖会看蓝眼泪 对 但是马祖的蓝眼泪 它是一种 我们所谓的海上的漂浮的生意 的那个生物 可是花莲的那个泳泉 它这是位在光复的地方 那它其实就是 因为它地底下 会一直 我们讲的那个 太鲁格峡谷里面 它有一段步道 它是浮流 它是在水底下流 那这边是泳泉 它会有那个泡泡 一直从水里面 慢慢浮上来 所以你会看到 它那个水 就是一波一波 然后在阳光打下来的时候 又闭海蓝 就是我们花莲都是蓝天嘛 所以就整个行程 很像深蓝的一片 很像 我们讲它 就那边当地人 就称它是蓝眼泪 对 然后它是一个泳泉区 那现在呢 因为 比较多人知道之后 以前是没有什么人知道嘛 然后经过新闻报导 很多人去 它现在在那边带亲子去 很方便 因为暑假很多人去完 可能会带亲子 它在那个泳泉上面的 那个地点 是有人在坐那个小的踏船 踏船 对 就这样圆圆的 小小的 然后你就可以踏船 然后在那个泳泉那里玩 这样子 这个蛮适合亲子游的 当地有没有一些传说 你说当地的传说吗 因为这个地方 它也是属于在部落区 所以没有听到所谓 比较特别的传说 但是我觉得光是部落 这种神秘感 就会让大家很好奇 然后就是一探究竟 而且你到那个现场 你可能就是有那种氛围 对 搞不好什么山林啊 树林啊 都在你旁边 其实原住民他们很尊重 山神树神什么 他们都相信万物有力 他们一去打猎前 都要先谢谢那个 对 谢谢他们就是这块土地 供应的资源 在出海之前他们都会 对 所以就是会不知不觉的 就是会有抒压 会有一个崇敬的心理 然后会有一个崇敬的心理 对 没错 最后还要推荐是一个捕鱼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它是原住民非常智慧的一种 我们讲做生生不息的捕鱼体验 是 因为它是会做一个类似竹篮的这样子 照片上有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对 在最底下它是会放那个空的树枝 然后在第二层的话 它是会比较粗的树木 然后其实在第三层 我们他们很有趣的 你们知道那个鱼啊 对 它不是会吃小虾吗 对 但是如果鱼不吃的虾 就是人吃的虾 你们知道怎么分吗 怎么分 这原住民很厉害 因为它最底层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鱼是怎么讲 它是没有怎么抵抗力的 对 就是它本身是自己不能当自己修复的医生 所以他们如果说被虾割伤了 是不容易好的 所以你们会发现鱼只要一受伤 它很容易细菌感染 就死掉 所以他们就不会去吃有熬的虾 所以他们就会吃底层的虾 然后中间他们就长大 了解 对 然后所以有熬的虾就是我们人吃的虾 然后所以它就利用这个 我们叫传统的巴拉杆 巴拉杆 对 下面的虾喂忠诚的鱼 是底漆类的 底漆类的鱼在喂上面的大鱼 对 所以它就可以下到湿地里面 去把这整个巴拉杆拉起来 对 你就让鱼自己的生态循环 你可以吃到每个阶段的不同的渔获 哇 这个好特别喔 对 所以这个可以去那边做个体验 大概亲自去很有趣 还是去蓝山丝的道理 对 真的 谢谢你这个解说非常好 对 然后还可以藉此了解他们的这个 生物这个循环 对 生物链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一家人去 因为你暑假可能要教一点功课嘛 然后新自由 然后它又有点体验 就蛮有趣的 这个很好玩 而且原住民 我觉得碰到原住民会有一些 对 而且会有智慧 而且你在他们那边真的会学到东西 你有这样的经验 我真的有经验就是他们去 不管是猎什么 或去补什么 他们真的都只拿他们需要的量 对 没错 他们从来不会说为了要存货 或者是想要更多 他们不会 他们只拿他们需要的 而且刚刚启君讲了一个生命豆的部分 对 这里也有一种豆 我觉得好像不晓得跟他讲的生命豆 是不是同一类的植物 马太安其实它是一种豆子的名字 那个豆子叫树豆 所以他们原住民会再把它拿来煮汤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研究过 他那个对男生的生殖力很有帮助 就是可以变变得 所以他们 树豆是不是 对所以他们会煮树豆汤 立刻笔记 他们会煮树豆排骨汤 陈宇恨 树豆排骨汤 对 这蛮有趣的 厉害厉害 今天重点 今天重点 对 全被的还不错 而且你刚才有了生命豆 对 我就想好像原住民都會吃這個 我不曉得是不是不同 去了原住民取的名字 Eason之前在Circus的時候 有吃過什麼特別的食物嗎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有跟也是原住民 然後晚上的時候一起去打飛鼠 飛鼠 對 去打飛鼠 打飛鼠很有趣 因為它是在晚上的時候 你用手電腦罩 然後你就 如果看到它的眼睛跟你折射 就是綠綠的眼睛的話 然後他們用這樣子來判別獵物在哪裡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打到飛鼠以後 一開始我就想說飛鼠是老鼠嗎 如果是老鼠的話我不敢吃 然後可是原住民很熱情 然後那一天我們有打到一隻飛鼠 然後所以他們就要煮飛鼠湯 請我們喝這樣子 後來我那時候想說 這樣人家的盛情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後來我就想說吃看看吃看看 所以吃下去其實味道還不錯 聽說飛鼠湯蠻好喝的 蠻好喝的 我的經驗值比我好 我的經驗值我都不敢吃 真的嗎 不是飛鼠喔 等一下跟你分享 太恐怖了 它的肉質也蠻鮮甜的這樣子 對啦 其實跑一趟東海岸 其實會有不同這個體驗 讓你可以遠離這個都市的塵銷 然後有感受不同的生命力的那種增殖 有沒有 好的 我們最後呢 再請齊君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順便宣傳一下你的新書 OK 相信很多網友們想要再知道更多 也許他剛剛才進來 對 我們的新書 來 生齊君的海岸自由士要發行了 8月17號正式發行 現在其實就可以預購 然後9月3號在敦南成品 我們有簽書會 好的 多多支持好嗎 謝謝 今天當然就是很厲害啊 也非常感謝三位來這邊分享很多 東海岸的這個必玩去處好不好 也希望如果網友們 然後或者是你愛水的話 你可以立刻規劃了 我這個下禮拜就要去上我第一堂潛水課 非常期待可以趕快去東海岸玩 好的 謝謝三位 希望他過生活 我們下週見囉 拜拜